说清明节到了 一个小明和家人下楼 他们到楼底下去烧纸钱 祭祖 他的妹妹很小 留在上面看家 当小明烧完纸钱之后回来 妹妹就跟小明说了 哥哥 刚才有人在线上跟你讲话 我帮你回复了 那个小明就好奇地看了一下对话记录 发现妹妹竟然是这么回的 对不起我哥哥不在了 除非我帮他烧纸钱 不然他没法上来跟你们讲话 中华传统文化说 智者不锐 慧者不傲 就是说有智慧的人 他讲话不会特别的冲 不会去讽刺别人 慧者不傲 有智慧的人 他讲话不会很骄傲 谋者不露 强者不报 也就是说 有智谋的人 他不会显露出来 强者不报 如果这个人很坚强 他不一定会在别人面前显露 我们学佛修心 就一定要懂得坚持 我们的信心不一定让别人知道 但是我们的愿力 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不会双修 坚持跟着菩萨好好地修 就会修出人间的般若 我们要用佛法的慈悲洗舌 来汇集家庭 利益 国家和社会 推动宗教和谐 实现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 无我利他 一事修成 永断轮回 共攀四圣